然后前五百年以前,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木匠,他的名字叫吕斑,吕斑是一个能工钱匠,即使是这没有用的木头,他也弄作出非常漂亮的东西,所以人们对他非常尊敬,成他为木匠的事给他给秒。 扫兴,而且二百年前的同朝,中国除了一个大诗人李白,是中国最有名的诗人之意,他死了以后,人们把他葬在长间边, 那儿有一个分镜非常美丽的地方,叫财势基,人们都喜欢去哪儿游玩,除了欣赏财势基的分讲以外,人们也去李白的木匠看看。 其中有一些人喜欢在墓前写几句式来经年他。